本周 浙江泰州一场发生在足玉殿的火灾 竟酿成18人死亡的惨痛悲剧 周日下午5点半左右 一家位于临街商柱楼一层和二层的足玉殿突然起火 火势猛烈 浓烟迅速弥漫整个楼道 一时间居住在该楼的20多名居民被困家中 一个半小时后大火最终被扑灭 一有18人不幸罹难 另有18人受伤 目前这家足玉殿的四名责任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警方刑拘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 据媒体报道 近年来因汉征逐渐流行 当地足玉馆纷纷改造增添汉征房 有的甚至直接开设在没有消防通道的地下室 悲剧发生后 一场消防安全大检查在当地迅速展开 重点是汉征场所的地热设备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目前国内在该领域尚无规范的行业标准 施工设计大多并不专业 而且在营业时持续通电加热 存有诸多安全隐患 永远攻击指导两个辟尜